看世界持續帶來關心到 在加薩地區發生的人道危機 現在以色列當然對加薩地區 持續進行空襲還有攻擊之外 現在更大擔心的是 在當地爆發的人道危機 還有馬上就要爆發的饑荒狀況 但現在以色列似乎把飢餓當作武器 這樣的狀況可能會觸發戰爭罪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現在對以色列軍隊來說 他們開口 而且動手的目標舞似乎就是要 領取物資的這些加薩平民 尤其在3月19號又在發生旱事 當時以色列的戰機是襲擊加薩的物資分發隊 大家可以想像到看到物資來 當然這些加薩地區的平民 馬上就會湧上去 而且在這樣子空襲 而且聽到砲擊的狀況之下 人心難免會緊張 也爆發出很多的踩踏意外 但是被這些炮火直接傷害的人也不少 在這一次的混亂跟意外當中 也造成了23人死亡 也有多人受傷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就是以現在聯合國的角度來說 當然認為說 拿飢餓當武器這樣的方式 絕對是不可取的 像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就說了 你以這個限制物資 進入到加薩的情況 還有持續的針對平民來開火 這樣子恐怕會達到 拿飢餓當作武器的程度 已經是一種戰爭罪行 不過針對聯合國的指控 當然以色列也有話要說 以色列是怎麼解釋的呢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這樣的解釋合理嗎 以他們的觀點還有說法來講 其實就是說 他們有盡可能把物資用海陸空不同方式 遍布在加薩的各處 而且也沒有企圖要造成平民飢餓的狀況 不知道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解釋大家可以接受嗎 但是在國際上 很多國家還是認為說 以目前以色列的行為 還有戰火來說 絕對是不可取的 包括在加拿大的下議院 現在通過了 停止出售武器給以色列 而且朝著巴勒斯坦建國努力的方向 來進行 這樣子的一個提案是在通過了 而且以加拿大的外交部長 趙美蘭也強調說 雖然說這個提案是不具有約束力 但是也不會改變了加國的立場 但是他也證實消息說 未來會朝著禁止出售武器 給以色列這個方向來持續努力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現在以色列的態勢來說 前兩天他們再度針對 加薩地區的西法醫院進行攻擊 而且也擊斃了20多名的武裝人士 但是拿醫院來當攻擊據點 恐怕也再度讓全球引爆了怒火 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 現在再度警告納坦雅胡說 千萬不要進攻拉法地區 還警告他千萬不要駐下大錯 巨大爆炸聲向撤雲霄 加薩北部的西法醫院再度淪為戰場 附近民眾用手機拍下密集交火 卻沒想到戰鬥聲一路打到天亮 西法醫院其實去年就曾被乙軍攻占搜索 卻沒想到幾個月後又有哈馬斯溜回來 以為乙軍把注意轉往南部 通監醫院又出現哈馬斯從內部發射武器 乙軍下令進攻 最後共擊斃20人 和逮捕200多名可疑成員 不過乙軍自己也有一人死亡 西法醫院重燃戰火 代表附近的居民又得開始逃難 北部加薩城的救濟倉庫外 天天人滿為患 只為了領取麵粉 聯合國表示加薩二分之一的人口 陷入災難性飢餓 估計五月就會爆發饑荒 只怕慘況還會在以色列 真的進攻拉法後快速惡化 週一 美國總統拜登又緊急致電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勸說 希望他再想一想不要犯錯 隨著以哈談判重新登場 大陸派出的大使王克健也現身卡達 未見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亞 這些哈馬斯高官長期躲在國外 享受奢華和加薩民眾目前的處境 形成強烈對比 點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注到俄羅斯總統普欽 現在呢再度的確認勝選之後 當然大家很好奇說接下來他會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到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是5月7號就是他的新任期就職典禮 但是他似乎已經等不及要開始整理內部 還有外部勢力 我們先來看到他怎麼整理內部勢力 尤其俄羅斯的海軍總司令現在傳出被他拔掉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在俄羅斯戰士當中似乎普欽認為他力有未歹 而且對整個戰士的控管上也沒有太好 因為烏克蘭軍隊聲稱摧毀了超過20個軍艦 海軍總司令現在也確認要換人當了 這也是數個月來最大的人事變動 很明顯可以看到普京接下來恐怕會有更多的軍事跟人事上的動作 但是以對外部的勢力來說的話 當然他還是希望可以跟其他比較親近的國家走得更近一點 我們說的就是中國大陸了 尤其普京的新任期 第一個出訪就有可能會獻給中國大陸 而且會跟習近平來碰面 路透社的報導就說了 普京將會在5月下旅到中國大陸去 而且跟習近平兩個人展開峰會 這也是普京連任之後第一次出國 而且會會晤領導人 而且這個時間點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傳出接下來習近平有機會在5月底過後 到了歐洲去訪問 但是其實俄羅斯總統普京挑在他出發前往歐洲的時間點 特地要來跟習近平碰面 當然時間點是非常巧合也非常敏感的 而且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也說 其實在時間接近的時候就會通知 等於說沒有否認這樣的傳聞 不過這兩個人其實在過去就有非常多次的會面 至少有40次以上 所以說很多的專家都認為說 現在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對全球事物的看法是比較相近的 未來很有可能也會持續的深化雙邊關係 尤其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之後 其實他的第一場這個出國防衛也是到了俄羅斯去 所以可以看到中俄兩個兄弟之國 未來的這個合作恐怕也都會更加密切 不過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繼續選上之後展開的是未來6年的任期 國際的軍事會有什麼變化呢 現在大家特別來關注到就是非洲的情勢了 因為現在非洲很多國家面臨到了軍事政變 現在傳出都有可能朝著俄羅斯的方向來傾斜 尤其尼日這個國家特別引發關注 在高亢的俄羅斯聯邦國歌聲中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他贏得第五任總統任期隔天 意氣風發地站上莫斯科紅場舞台 慶祝並吞克里米亞十周年 十年前迅速不流血奪下克里米亞這個黑海艦隊基地 引爆俄羅斯愛國主義浪潮 也讓普京支持率飆升 這回破紀錄贏得87%的選票 儘管西方一面倒譴責選舉不公平也不民主 中國大陸印度和北韓都在第一時間 祝賀普京將再做六年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 普京將在五月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歐洲前訪問北京 可能將是他新任其第一次出訪 不過克里米林公沒有正面回應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全球地緣政治斷層線不斷擴大 且不只圍繞歐美中俄 遠在非洲也一樣 西北國家尼日軍政府16日宣布立即撤銷2012年與美國簽訂的國防部人員駐點軍事協議 目前美軍在尼日有約一千人兩個基地 包括赤資超過一億美元的無人機空軍基地201是美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重要的反恐行動根據地 上週美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尼日三天 對尼日與俄羅斯和伊朗發展關係大表關切 顯然讓雙方不歡而散 尼日軍政府控美方代表團不尊重外交慣例 稱美軍協議違憲 也駁斥與俄羅斯和伊朗達成秘密協議 尼日軍政府總理在1月曾訪問伊朗 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也率團訪問尼日 讓情勢有機可循 去年夏天尼日政變 踢走前殖民國法國和歐洲的部隊 當時俄羅斯傭兵瓦格納集團就對外表示歡迎 稱可以駐當地恢復秩序 不過尼日顯然不是第一個倒向莫斯科的非洲國家 現在俄羅斯勢力版圖已經擴張到馬利 利比亞 查德 蘇丹布吉納法索和中非共和國 尼日是地區最大石油出口國之一 也是世界上第七大誘生產國 而誘可用於核能更是歐美關切重點 不過尼日則反批美國強迫軍政府在戰略夥伴間做選擇 如今在非洲 烏克蘭都佔上風的普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警告 他的野心不會止於烏克蘭 奧斯丁在美軍駐德基地召開的烏克蘭防務聯繫小組會議上強調 美國不會讓烏克蘭失敗 試圖說服歐洲盟友美國會繼續挺烏 儘管援烏方案在國會卡關 國際奧委會週二則宣布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將不會參加7月巴黎奧運 在塞納河舉行的開幕式 獲准參賽的選手將在沒有國旗和國歌下以獨立選手身份參加 TV新聞綜合報導 最新的嚴重車禍意外消息帶來掌握到 就在剛剛晚上8點多的時候 高雄人武區的水 大家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這輛遊覽車 疑似撞上了寒洞線高 整個車底幾乎上可以說是半毀的情況 根據瞭解在這一次的意外當中 車上至少有一個人沒有生命跡象 總共有13個人受傷 分別送榮總長庚高一 而根據瞭解呢 遊覽車上總共有27個人 包括是25名的遊客 還有一名司機還有一名的領隊 而目前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大批的警銷還有特搜中隊 都在現場進行搶救當中 也有怪手到現場準備幫忙 詳細狀況還有整個事發原因 到底是怎麼出現的還有發生的 我們會隨時的帶您來掌握 我們持續來關心到國際關係 尤其在南海上常常都出現那樣場面 就是呢 這個菲律賓的漁船跟中國的海警船 還有漁船常常出現了衝突 但是針對南海上的衝突 美國也有話要說 美國到了菲律賓去會晤的狀況之下呢 也批評了中國大陸 認為說他們在南海上的行為 根本就是一種挑釁 而且也藉由這樣的場合 再度跟菲律賓重申說 這個美菲同盟的狀況是堅定不移 同時也再度的堅定的強調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不過針對這麼嚴重 而且這麼堅定的放話跟嗆聲 中國大陸當然非常不滿 中國的駐菲使館就說了 其實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 挑起南海緊張的情勢 所以他們認為說 責任根本不在中國大陸 反倒是美國布林克 你無端的指責這些正當合法的行動 而且以共同防禦條約的義務來威脅 他們針對這樣的事情是堅決反對的 而且以中國大陸的態度跟角度來說 他們認為說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根本就是重現當時冷戰時候的一個霸權 另外美方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 這樣的藉口 根本其實是想要保障美艦在這片海域上 可以有橫行的權利 也認為說這根本就是一種霸權行動 但是其實我們說到海面上的衝擊 就不能 不難聯想到之前的驚嚇危機 尤其在這片海域上 中國大陸共軍也是持續的秀肌肉 包括是公布了東部戰區的演訊畫面 而且南韓媒體也發現說了 其實在解放軍的2024年海軍招募影片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的值得觀察的小細節 包括是遼寧號還有福建號這三艘的航母 都在裡頭出現大秀肌肉的意味非常明顯 融融戰鼓駐軍威 中共解放軍19號最新發布東部戰區 海軍某驅逐艦支隊 在東部海域的演訊畫面 模擬廈門艦作戰指揮室內 發現導彈來襲 立刻針對目標打擊攔截 廈門艦是解放軍第六艘052D型飛彈驅逐艦 具備區域防空和對海作戰能力 隔一天大陸又公布 東部戰區海軍聯合空軍海警 進行跨昼夜實戰化訓練 在近期驚嚇海域騷動不安之際 解放軍頻頻釋出演訊消息格外敏感 我是海軍執招軍官 我是海軍執招軍官 我在這裡等你 大陸海軍2024年執招軍官宣傳片釋出後 南韓媒體發現 包括山東號 遼寧號 福建號 解放軍三艘航母同場亮相 就連最新的登陸艦 潛水艇 周斯頓艦也出動 大陸海軍人數是全球之罪 去年招募人數創歷史新高 預估今年也將達到類似水準 最近 개최된 양해에서 西林平 국가主석은 해상 대비태세를 강화하고 해양의 군사적 충돌을 대비하라고 지시했습니다 南중국해와 대만의협 등에서 빚어질 수 있는 미국, 필리핀, 대만 등과의 군사적 충돌을 사전에 대비하라는 메시지로 읽힙니다 解放軍南部戰區海軍 近期一在南海 進行實彈演練 3月16日又在台海周邊 有10架次戰機和8艘次 共建現宗 對台海南海展現武力 威嚇意味濃厚 TVB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其實在全球 這些頂尖的科技行業 跟科技產業來說 常常會面臨到二巡的抉擇 尤其在大國角力的 這樣子的情境之下 到底要顧生意還是顧國家 跟地緣關係 的確是非常的兩難 但是呢 我們就要來看到 黃人欣欣是怎麼看美中關係 尤其大家很好奇說 在這個美中關係 如此緊張的態勢之下 會不會也影響到 這些高科技產業 尤其會不會影響到 輝達呢 他是這麼解釋的 他說各國的目標 其實根本就不再互相敵對 雖然說有這些公平管理的問題 需要來解決 但是你要說 每週激烈的對抗 出現這種末日情境 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而且呢 美中也不至於會玉石俱粉 所以他想說 這樣子兩強衝突的末日情節 基本上真的要出現 真的要發生 機會還是明顯偏小的 還有大家很好奇說 台積電跟輝達的關係 又是如何呢 他也說 其實地緣政治 雖然是越來越緊張了 但是還是跟台積電 繼續的密切合作 而且他其實在之前的大會當中 也強調說自己也是一個 AI界的台積電 所以說再加上 AI晶片需求 日益標準的狀況之下 這個輝達也會跟台積電 一起成長 成長再成長 可以說是 台積電跟輝達 兩個是最密切的 夥伴關係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在這次輝達公布超級晶片之後 當然大家很好奇說 接下來產業鏈還有相關的發展 台灣也能不能來參與其中呢 除了剛剛提到的台積電之外 台灣的很多大廠 包括鴻海 偉創 台達這些台灣公司 也都在積極的進行佈局 揮達超級晶片 GP200在GTC2024亮相 並且針對企業 推出完整伺服器方案 台灣廠商搶工商機 鴻海在GTC會場展出 多款AI伺服器產品的 這個一整櫃呢 就是揮達最新的 GP200 NVL72 易能解決方案 裡面就有72個GPU 所以它的功能是遠大於 現在的H100的系統 那因為它是用易能 所以在節能方面 也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的話 這是我們英國是提供 除了IT REC的Solution AI Server 同時也提供 Cooling的Solution 根據了解 像這樣一個 GP200伺服器機架 要美金330萬到400萬之間 相當於台幣1億到1億3000萬 而揮達的GP200伺服器解決方案 來自台灣的合作夥伴 不可或缺 除了鴻海 還有華碩 技嘉 音業達 廣達 何碩 以及偽創 從single的 就是單一的這個機器 一直到像Redmont 就是這個機器 還有就是水冷室 還有就是氣冷室 就是這一方面的展覽 原本揮達是偽創的客戶 現在偽創也變成揮達客戶 靠著揮達的Omniverse 軟體開發平台 偽創建廠時間 縮短兩個月 而台達則是唯一獲邀展示 電源及散熱技術的零組建廠 我們的能源效率非常的高 在資料中心的這電源方面 我們的能源效率可以達到97.5 那在GPU的版端 我們的DCDC的方案 甚至也推出了 可能可以垂直擺放的這個DCDC Converter 黃仁勳表示 儘管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但他不認為美中關係 會出現世界末日的局面 輝達將繼續和台積電密切合作 而台積電將和輝達一起不斷成長 GVBS新聞佳輝 美國聖河西報導 G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